谁看到 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看到 要启发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 把它启发出来 让你知道了解 谁了解动 是不是我们那个佛性 所以那个 那一朵花在启发我们的 那个佛性 所以那个记载人天百万 莫知所冲 大家都不知道在冲什么 那个大家是破颜微笑 就是这个 然后释迦牟尼夫台讲 无有正法也长 内藩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能 不立文字 教的悲传 副主 无好夹身 所以那个振发眼长 振发 藏在眼睛 是左眼还是右眼 所以我们求到了解说 就是那个 振发眼长 藏在那里 然后内盘妙心 内盘生不昧的 内盘妙心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 实相 无相 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叫实相 因为它不会变化 所以成为实 实在的形象 实相 无相 没有相 实相 无相 微妙法门 很微妙的法门 不立文字 没有文字 教外悲传 我们都已经得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幸运 都能够了解意思 所以我们要努力 这个修持 把内盘妙心 整个能够修正出来 这样就不挽回我们这一生 来了 又上天大海普渡 又能够得到了 又能够修持 又能够参加半导行列 幸不幸运 幸运 所以要把握 要把握这个好时机 行施访道 未产产 那个油江海设三川 都是在行施访道 就是为了要这个产产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那个产 在我们中国来讲 就直接就讲内盘妙心 把那个内盘妙心 列为是产的 我们要追求的本体 那么印度 他修产是到那个 社界 社界出产 二产 四产 是到那个程度 那个出产 是离生喜乐地 离开那个欲界的生死了 所以很快乐 离生 离开生死 进入那个喜乐 然后二产的时候 定生喜乐 由定 我们佛性本身的定力 产生喜乐 定生喜乐地 然后三产 离喜 妙乐地 离开喜乐 进入妙乐 然后到四产的时候 舍念 清净地 那个连那个 那个妙喜也不要 那个妙喜也不要了 喜乐没有 妙喜也没有 舍念 已经进入清净 那个是 我们那个修持的一些过程 那我们中国的禅宗 就直接把禅 那路 那盘妙喜 所以 那个目标 不同 目标不同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就不同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在生活之中 或许都一直 把这些禅宗的修持方法 把它归纳 容易简单 然后我们去做 在日常生活去做 三个礼拜也有做吗 没有 就是我们着力摆脱 那个客观环境 对我们那个精神世界的支配 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 还是我没有收 没有收啊 有没有收 看那个DVD就知道了 没有说再收一次 没关系 就是我们要直观 不能被客观环境 舒服 假如说我们都被客观环境 舒服的话 我们那个法性 不容易证悟 所以我们 一定要把这一些 客观的这一些 都能够认识的透彻 不被它摆布 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不生不媚的佛心 神的就有力道 它能够主宰 有力道 能够出来 所以要超越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有那个生理的机能 那生理机能 我们对那个情感 欲望 会强烈的追求 所以我们要超越 不要被我们身体的 那个生理机能 控制 身体很需要 很想要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那个身体的机能 我们就了解说 生注意 它本来有一些 它自然会呈现的 可是我们一定 佛心要超越它 要在我们的管制之下 它都比较强烈的佛心 我们的身体的机能 有时候会强过我们的佛心 佛心你要命令它 都命令不怕 他不听 他不听你的话 所以我们要超越 超越那个欲望 情感欲望的追求 超越了以后 我们就是了解 已经能够信念出一种 不受客观环境 直观意识 影响那种心理状态 已经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可以很清静 都已经可以面对 这个凡尘万事 又可以处理万事 心里面都不会被它影响 不会被它左右 然后又 能够面对万象 又不住相 真的很理想 这时候 头头是道 全部都是道 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能够体会呈现 就是那个灵觉 灵觉就是佛性本体 都呈现出来了 没有不觉的时候 就是没有无明 所以不许把那个 禅宗的修持方法 看一看 融收一下 归纳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来做 就很理想 时时刻刻都是灵觉 时时刻刻都是佛性在主宰 这样就很理想 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会一定发现不一样 已经 佛在讲我们颠倒的 已经把它转过来了 我们都是看重现象 看重佛性没有现象 没有现象看轻的 现象看重的 现在刚好返过来了 没有现象的佛性 我们看得很重 然后现象的这一些事 都看得很轻 是不是已经正确了 正确的知见 就是这个 我们要把没有形象的佛性 看重 有形象的身体 有形象的外面景象 不看轻 这样会不会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没有形象 就是我们良知良能 佛性本体 可是它就是在 它是刻刻会提醒我们 只是我们有时候都不听话 不听佛性的话 为什么 因为听它的话会吃亏 对不对 所以都不听话 都要在这个现象之中 占便宜 所以那样子 我们就造了业 造了业就要受苦 所以要先了解说 原来是我太注重现象 太看重现象 才会造了很多业 只要现象 只要现象了解它都是假的 都不注重了 也不要破坏象 都不注重就好 能够离象了 就很理想 整个国际都呈现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 都是要自己 这个努力 来这个产产 自从认得潮汐路 这个玄姐谈诗 就是建了六十以后 就是认得潮汐路 就是这个捷悟了 一旦捷悟了 我们从年柔子谈经里面 了解说玄姐禅师 从小孩子就开始修道 修得很 这个三千公八百公公 修得很影响 而且又三千文语八万细琴 都整个呈现 修得很好 他命名又很短 三十九岁就归空了 六子还活到七十六岁 他三十九岁就归空了 贤觉 所以贤觉的命名不长 可是他有 就是实际的修持 实际的领悟 那么自从认得潮汐日 了知生死不相关 所以各位先生 我们要了解到说 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跟我们身体的生死不相关 所以我们就了解 这个身体的生死和真心 这个实相并不相关 我们一般也都会认为是 是连在一起 身体跟佛性连在一起 各位前前连不连在一起 连不连在一起 连不连在一起 问第三次就会有问题 我们说不连在一起 那才奇怪 他说连在一起 也不是正确 所以有时候 这个答案还真的是奥妙 身体是天地的物质 而来指挥 这个没有知觉的这个身体 各位前行 这样连不连在一起 有没有 就是有 真跟假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那个国制 那个人死 一个利人变两个人 很有意思 一个真的 一个假的 可是已经领天立地 领天立地 一个真人 一个假人 我们要达到 就是把它发挥 虽然所有宏土没有知觉性 可是现在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 已经进入主宰 进入身体来主宰 这个整个的四天圆洞 所以他已经有一半 佛性有一半的前病 我们有没有附近 我们佛性一半的前病来指挥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我们的 那个现象的眼而鼻舍身意 在指挥我们的四天圆洞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这个感官 眼而鼻舍身意 这个六根 这个感官 然后面对的六成 然后产生六四 这个都是因缘忌讳 因缘忌讳才呈现 不真 所以是假 那我们修道呢 就是要去掉这个不真的 要用不生不昧的那个真心 佛性来指挥才是正确 因为他不生不昧的佛性 他没有因缘忌讳 也没有变化 他是常住 所以我们就是要 刚刚我们今天开始讲的 那个常独行 常独步 有没有 我们开始讲就是这两句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 那个真常 那个常住的佛性 那个独一无二的佛性 能够因为他主宰我们 他是一性 然后主宰我们身体 身体的这个行跟步 这个一行一步 都要从我们性海里面 流露出来去做 所以叫常独行 常独步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追求也就是这个 独一无二的不胜不昧佛性 所以要行此 都是天理的一个表达 那个一步一行 都是天理的呈现 都是天理的表达 我们要去做 去做了以后 最起码我们在心中 就会知道说 我没有照应 那假如说我们是用 六根对六层产生的六思 那个心 做了以后 业都形成 散热都是业 这个行散热 有福保 做坏了 有恶保 都是有果保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这个佛性跟我们的生死 不相关 所以 这个勇家大师也是在 这个建了六子以后 才知道说不相关 在还没有建六子之前 他还是认为 这个生死跟我们佛性 是有关联 建了六子以后 就了之生死 不相关 那么行亦禅 咒亦禅 以莫动性体安 所以我们 一知道了 因进入了 不生不妹 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 那个行至咒 行也禅 然后咒也禅 全部都在 那个灵觉之中 所以我们讲的 那个灵觉 行也禅 咒也禅 以莫动性体安然 这个不管是讲话 或是莫莫没有讲话 或是我们身体的动性 全部都体安然 那整个 都是非常的 殊胜的状态 就整个呈现 都是绝 没有不绝的时候 全部都是绝 所以能够到达 行 坐 然后以莫 全部都是体安然 非常的 非常的 殊胜状态 终于呢 轰刀啊 常谈谈 只要说 遇到 那个外面啊 有那个 很锐利的 那种轰刀 可是 心里面 一样是 坦荡荡 没有那种 害怕的那种 情形 一方面呢 就是已经呢 进入到 没有形象的状态 那没有形象的状态啊 各位前选 会不会有恐怖的情形发生 已经都没有形象了 会不会有恐怖的情形发生 恐怖的情形 是不是都是形象 都是像 我们既然能够离像了 那所有恐怖都已经远离了啦 这样了解吗 我们在怕是怕什么 形象 从像才会怕嘛 对不对 假如说是鬼吃现的话 是不是也是有形象 有没有 才会害怕嘛 对不对 鬼是真的还是假的 鬼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见到鬼 要把他抱住 抱得住吗 可不可以 那鬼要抱我们 得住吗 那我们怕不怕 那我们怕不怕 真的啊 真的啊 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想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想的 比赞 跟会儿 也不怕 能够